好 国际新闻营秀带你来看 法国昨天庆祝是国庆巴士抵日 而且重新恢复了在巴黎的湘系列社大道举行阅兵 一位参加阅兵的士兵就在阅兵举行前 在全世界你看最浪漫的地点之一 丹西下跪像女友求婚还申请的法式永文 超级浪漫耶 好 这位全套军装的士兵叫做呢 这个马克西米利安 当时正准备要参加阅兵营事 突然丹西下跪 香榭里社大道还有凯旋门 正好就成为了背景 可以看到现场真的大家都古早欢呼 非常非常的浪漫 整个大陆一群野象 这个野生的云南象不断地北上 走了超过500公里 他们的足迹一起来追 云南象群行进路上 发现了一处湿润的泥沙坑 用鼻子试探了一下土质松软 颗粒细腻 大象们顿时玩心大开 用橡皮卷起沙涂撒在身上 能降温还像是给自己涂了一层防晒 大象宝宝更是直接躺进沙坑滚来滚去 玩起了泥沙域 当他们准备继续进入林区觅食时 象宝宝对沙坑依旧恋恋不舍 自己不走就算了 还用鼻子拉扯着另外一头小象不让他走 最后成像看不下去用鼻子卷起象宝宝的尾巴催促 小象最后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开 大陆一群野生与南象往北迁徙 一路都备受瞩目 最近也被观测到象宝宝吃奶的镜头 象妈妈找到了一处隐秘的地方后 才让宝宝尽情稀释乳汁 这时一旁走来了一只小象 卷起了鼻子 轻触像妈妈的耳朵 招呼了一声就要走 看到小象这么有礼貌 像宝宝也停下来 和小象打起了招呼 专家认为这种行为等同于人和人相互问候 用来增加彼此感情 记者刘云正报道 要是应该和频道 是哪样 所以触摆着 想回点 背景 的 乐乐 哦 我很云